臺灣關係懷疑已經四十五十年 尊副總統蕭美琴 表示說很簡單 臺灣跟美國都面對不正的調整 臺灣必須要繼續建立在心臨 穩定的環境 他也共調說 尊總統六千條 絕對有這種的能力 消防那個名單滿意嗎 外交方面未來會協助林佳龍嗎 我再放大減時 先來各位人數 尊副總統蕭美琴 好心情都寫在面 十三出席臺灣關係法 四十五十年博富貴的論壇 將對臺灣關係法 是代表臺美侵化關係的基礎 小美金帝水的時候說 美解國國 形容對臺灣的支持這麼堅定 臺灣怎麼平安 世界兩身的力量 現在臺美共同面臨先變局的條件 包括歐陽戰爭 伊巴沖沖 紅海危機定定 要跟中間積極倒下軍力 對臺文攻武漢 臺美關係可以穩健發展 維持很順的關注 小美金說 這主要的功能都是總統蔡英文 蔡英文總統穩健的領導風格 也讓臺美之間維持非常暢通的溝通管道 也達到零意外的相互信任 臺灣面臨安全的危險 一些外國危險 投資者 關心台海局勢 小美金表示 臺灣所有提供 能夠信任的溫定環境 尊總統羅青鐵有這個能力 讓臺灣貢獻庫序歡迎 拿出四大機條的主張 請求臺灣的積極更化國風勢力 想製造才有人造 美方為何提供一些協助 包括傳統軍事 總統提供款 外國軍事擁住 國際軍事教育和訓練 小美金認為 要在兩年共修和政體當中 找到臺灣最好的生存到發展路上 今天我們要祈禱 45年的臺灣關係 我並不確定 我們能夠繼續祈禱 為何我這樣說 我擔心 CGP應該會準備 做軍事行動 對臺灣 那時羅青鐵再去到臺南逃生 借通羅里門聖母廟 出現馬祖聯救出順 煮稅救的起鋼 羅青鐵在臺南市長 恩威鐵和立委的背叛 全身來輔救出順 記者 綜合報道